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自9月初以来 美国7天平均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一直呈上升趋势 最近增幅大幅上升 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美7天平均单日增数74,532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最近预测显示到11月21日 美国将有24.3万到25.6万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基里茨今天再次发出声明 要求各州在11月15日之前 做好接收并分配新冠疫苗的准备 具体季节包括州内将优先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 以及能够安全存放新冠疫苗的地点和设备 疾控中心指出他们暂时把疫苗A 也就是目前瑞辉医疗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定位标准来帮助州区制定分配计划 瑞辉医疗公司表示目前已经生产了数十万剂新冠疫苗 并在等待最终的授权 对国内多个州区来说 资金短缺人是首要的问题 安排存放疫苗的场地 并安装特殊的冷制冷设备将是一大笔开销 同时地方政府人需招募并培训数千名人员 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 准备工作将十分困难 洛杉矶上周开放了近100多个投票中心 然而出于卫生安全考量 洛杉矶政府在今天开放了650多个额外的投票中心 新增大型投票站包括 Staple Center Sophie Stadium 和Dodger Stadium等等 同时城县地区也在今天开放了100多个投票中心 其中包括当地有名的安娜汉鸦冰球队大本营 本田中心 自今年开始到大选结束 投票中心将每日营业 政府大选办公室今天表示 增设投票站点的目的是 帮助当地更多的居民尽早完成投票工作 并在新冠疫情期间避免排队状况的发生 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大选中获胜 美国境内也将出现极端分子策划的恐怖袭击 就像法国最近发生的几次袭击那样 川普昨天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对支持者说 拜登希望取消因为新冠疫情采取的入境限制 他将邀请来自世界最危险地区的难民 拜登将为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敞开大门 你们看到了三天前发生在法国的事情 一名教师被斩首 今天又再次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就在佛州集会上发表这番言论集 前几个小时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 我们的心与法国人民同在 伊斯兰恐怖袭击必须停止 任何国家 法国或其他国家都不能长期忍受 美国总统大选为博彩业者带来庞大的商机 估计全球押注赌金在投票日前已有超过13亿美元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比较被看好 英国博彩集团GVC控股政治博弈主管夏迪克表示 这一次押注金额比2016年大选高出了一倍 当年川普颠覆了赔率和民调 击败竞选对手希拉蕊 而根据GVC控股的赌盘 共和党总统川普再次不被看好 拜登则较有希望胜出 夏迪克告诉记者 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是有史以来 赌金最大的赌博事件 超过了世界足球赛事博弈的金额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